不管今天是旧品牌要轉型 或是甚至是一家新的公司要創造一個品牌 因為你品牌其實對你家公司 你就代表你給你的客人 給你的消費者他們的一個承諾 那你這個承諾是什麼呢 它會主導你 你這樣整家公司未來的五年 十年、十五年、二十年 那所以這品牌打造呢 對一家公司是簡直是它的一個生命 最重要的一點是老闆支不支持 你們打造品牌不是說下面的員工 或是行銷團隊、業務團隊去打造就夠了 你需要一個領導人能做決定的 然後敢嘗試 那這個通常都要是一個高級主管或是老闆 那這通常會是很多品牌要轉型 或是創造新品牌會碰到的困難點 那其實這次參加這個品牌計畫的收穫 有蠻多的 那透過這個品牌呢 我們有得到很多資源 不管是一些專業度 或是說在台灣的人士所創造品牌的一些這種公司 他們這種專業度讓我們在我們本來有要重劃 我們這個品牌 我們這個品牌的轉型 讓它做到一個程度是我們之前沒有想到的 那這都是因為透過這次計畫才會有的收穫這樣 我們來看看